先闻大小评特殊技能我来评 说最近河北石家庄一家商场的套圈活动上 出现了一位套圈大神王先生 最高奖品电冰箱一台要3000多块钱 他用商场买洗衣液换的圈 愣是一口气套中了7台 商场搞活动的9块9给一通洗衣液 再给4个券 一个圈可以兑换5个圈 平共换了是80个圈 40 套了7 商场一共是20台冰箱 三千都很想到的 帮一个老大爷套了一台 帮个老大娘也套了一台 帮那个老大爷套的是用人家的圈 一个男粉丝一个女粉丝 把他俩套了一个 一共套了7台 挺难的 他的圈的小圈13米的距离 一般人的话根本套不住 其他奖品都是一些毛巾了 水杯了 眼部按摩仪了 这东西我都没有要 现场我也帮很多陌生人嘛 靠一些小的一些东西 大伙看一看 这个碗口大小的这个圈 13米的距离 王先生一手套圈 简直是出神入化 40块钱80个圈 不禁给自己套来三台冰箱 还帮旁边的大爷大娘套中四台 对于商场来说 高手不可怕 就怕高手还乐于助人 光自己有不行 还得帮别人拿到手 网友们是纷纷表示 王大哥您看您还缺朋友吗 这大哥的套圈技术 能让人折服 这边云南红和一个五岁小男孩的厨艺技能 也让人惊叹 年纪不大 但是呢 黑暗料理已经掌握的炉火成精了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这孩子呢 是好孩子 觉得父母呢 非常的辛苦 于是在爸妈离家干活的两个小时之内 自己动手 想在他们回来之前 做一桌饭菜 结果呢 就是你们看到的这样 十个鸡蛋 打碎了八个 里面呢 放了辣椒 还沾了锅 这米饭也没煮熟 妈妈 彭女士表示啊 很好笑 但是呢 也很感动 孩子呢 年纪不大 却懂得心疼父母 不过更多的是后怕 毕竟呢 厨房重地啊 像这个刀具 煤气和明火 孩子独自在家 一旦使用不当 后果就不堪设想啊 其实呢 关心父母还可以有很多的方式 孩子呀 等你长大了之后 再苦练厨艺 咱们呢 先从把米饭煮熟开始吧 我还能够认识啊 我还能够认识啊